二战时,美国在日本广岛的长期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,世界第一次对核武器有了新的认知。 这种威力让人感到后怕的武器,开始受到疯狂的追捧,如今核武器已经成为各个核大国之间绝逐的重要武器,也是核威慑力存在的最大保障,目前核武器的主要存在形式有原子弹、洲际导弹、核弹头等等,还有一种中国的独门独闯,那就是氢弹。 而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核大国,分别是美国和俄罗斯,这两国拥有核武器的数量不相上下,而中国得益于洲际导弹的强大。 在核威慑力方面也是非常强大,原子弹这种核武器投放形式过于单一,而且并不安全,所以人们开始研制其洲际导弹,利用洲际导弹携带核弹头,形成一个威力巨大的核武器。 我们知道,美苏争霸期间,在世界范围内也发了一场古巴导弹危机,极了后来两国都削减了大量的核武器,但是各自仍保留了几千枚核弹头,其核力量依然很恐怖。 继美国媒体表示,美国已有两千五百枚核弹头完成了部署,另外还封存了五千枚核弹头,以为不时之需。 美国现役数量最多的民兵三洲际导弹规模,达到了480米尔,射程一万三千公里的民兵三导弹是目前美国核威射力的核心力量。 美国是一个导弹大国,拥有的导弹发射技术自然也不会太差,那么美国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发射多少导弹呢? 说出来可能没有多少人会信,但这就是美国的实力,不愿相信也不行。 据美军事专家表示,美国民兵三洲际导弹80%以上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,那么美国的导弹发射技术有多先进呢? 美专家表示,全部采用计算机控制系统,一分钟之内,81%级战备的核弹头可以全部发射出去,也就是说,美国一分钟就可以发射多达两千枚的核弹头,而这一数量足以摧毁整个地球,现在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想做世界警察了。 不得不说,要是没点实力,还真不敢往这方面想,那么中国一分钟之内能够发射多少枚核弹头呢? 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关键,因为发射技术我们也有,作为导弹大国的中国,在导弹发射技术上我们丝毫不输美国,而唯一的劣势可能,就是在核弹头数量上。 此前每日库称,中国约有460枚核弹头,其中200枚处于一级战备状态,另外260枚被封存,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规模的话,一分钟之内,中国可以发射200枚核弹头,和美国的2000枚发射规模相比,是1比10的比例。 但是对于核武器这种武器,专家表示被一枚核弹头击中,可是枚核弹头击中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,其结果都是一样,毁灭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